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今明兩日分別在國會參總兩院作證 展開每半年一次提交有關貨幣政策的報告 他今天首先在參議院屬下的銀行委員會作證 他指出當通貨膨脹明顯從高峰回落 以及勞工市場依然強勁的時候 跡象就顯示是接近開始減息的時候 但是局方仍然需要參考更多的數據 才有信心決定什麼時候開始減息 張麗兒報導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今天在參院屬下的銀行委員會作證 他表示現時採取的限制性緊縮貨幣政策 有助於令到供需得到平衡 對通脹也造成下行壓力 他指出過去幾年 通脹已經明顯從高峰回落 但仍然高過局方設定的2%目標 特別是過去兩年 當通脹走向2%目標時 經濟取得明顯進展 勞工市場亦已降溫但依然強勁 他又說下一個政策舉動不大可能會加息 而是局方開始考慮 在適當時開始放寬銀根 鮑威爾強調 就業市場放緩之際代表了可能接近減息的時候 但仍要參考更多數據才有信心去決定 何時開始減息 26題記者張麗月報導